各地消息來看 以色列第二大蝦漆 特拉維夫 早期發生 汽車攻擊事件 造成一個人失望 切人受傷 東教室林鄭 這是一間尖對民眾的恐怖攻擊 攻擊事件發生在特拉維夫 在UK組織的冰海海峰峰 部都 鄉舊塞北石膠車一路重路 造成一個人失望 切人受傷 之後車冰島在草皮仔頂 附近警方很快出動包圍 看到鄉舊塞北石膠車 所以想做一堆事 現場民眾是真怕的 我們聽了槍火 我們看到撞撞 然後我們看到人在街道逛 然後我們聽了噹噹 然後我們決定是時間要離開 很害怕 實際上 警方表示 古海西架是意大利UK 其他親名相反是三人 中島小胸 四人親胸 都是來自英國和意大利的觀光客 鄉舊是四十五歲來自加比爾的 意大利巴勒斯坦人 當局認定這是一件 占對平民的恐怖攻擊 那在那天早上 鄉舊塞北生的 意大利政命區 也發生逛逛逛逛逛 作為一堆加盟失望 母親最擔心 因此英國和意大利相當勾勢 案發了後 總理納坦雅胡 即使動員 後備警察和國風軍 加強應對恐怖攻擊 不然當時 伊斯蘭在解決 猶太人會有多多家家家 跟西方給多家 事件敏感 幾天前 耶路撒冷 伊斯蘭勝地 阿格薩 陳津西 加勃發醫生的建材 跟巴勒斯坦人的衝突 除了 日本人無種粉絲 向醫生的發射大量的灰燼 再引起醫生的佈後空襲 雷南 和幼丹湖洗髮 除此更多過風 都典現尊擇 政策有更加減 幾點之後 再次發生 汽車重量攻擊 我感煩惱哭下政策更相關 公視新聞 習慧 中邊應